这个世界上呢 不缺乏对中国未来抱有幻想的人 这种幻想一般有两个方面比较集中 一个觉得这个共产党通过70年的洗脑 那么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这么一个国家 利用重新回归计划经济 来保持这个体制的运转 第二个观点是中国体量太大 即便中国崩溃也不是一触即溃 中国属于那种共产党的统治崩盘了 但是它不会在短期内溃散 这两种观点都是属于正统学术之外 因为从中共的宣传上来看 它可以永久执政 牵连执政 虽然说受到了挫折 但是中共有自己的高科技 有自己的研究人员 有自己的拳头产美 中国还有万众一心 还有九千万党员嘛 是吧 将近一个亿了 九千多万党员 那么公务员队伍赤黄粮我们知道大概六千五百万到七千万之间 如果再加上它现在逐渐扩大的维稳的群体 是吧 加上这些二狗的 小脚政绩队啊 遍布全国的三千万民兵啊 把这些防暴的业余力量在编撰到主题里面 差不多有一个亿 那么围绕着这个体制生存的人 是吧 你可以放大三倍 也就意味着这个体制 它确实的让两三亿人获得了经济上的回报 但是很不幸 持这种观点的人呢 2019年 有一个打击是来自于中共自身的 是吧 中共开始剥离了 他把这个事业单位逐渐剥离出吃黄粮的队伍 把他们进行企业化 说白了一句话就是把他们推向社会 不管他们了 对吧 讲好听一点叫什么呢 叫精兵检政 这个东西七十年前 七十多年前 是吧 中共获得全国性的政权之前 就搞过这个东西 最后我们知道的结果是 越减越多 那么 那就看吧 主流都走不通 是不是这两个 另外两条路能走得通呢 是不是 那么期待中国能够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还能混下去的 应该来说 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们自己心里发毛 对吧 没有十足的把握 那么说中国 那么说中国 亏而不崩的 这个 崩而不会 亏而不贡 不管他怎么说吧 有这种说法已经很多年了 是吧 其实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这仅仅能够诞生在书房里 那么中国的现实呢 既不会像前苏联 也不会像委内瑞拉 记住 中国庞大的人口 压倒中国 经济的 不是人口 是吧 人口一直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人口红利 即便现在我们到了 少子化 是吧 低生欲利 这个 整个社会 未富先老 是吧 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就进入了老龄化时代 即便到了这一步 其实 中国的人口问题 目前还不是说 完全不能控制 它不是没有办法 它到现在为止 国家没乱 真正压倒中国的问题 是因为经济的崩溃 因为外向型经济 往计划体制切换这个过程中 它没有能力 继续养活 十四亿人 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 在整个社会变革期 变成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没有之一 我们知道2019年开始 失业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的发生 外资都在策略 很多大型的连锁型企业 也在计划策略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我们讲的这个麦德龙 麦德龙是干什么的 麦德龙是做批发的 麦德龙他每一个门店 你看他围墙上都有 许多标语 小旗子 三角旗 他标志着这个 连锁超市 是吧 或者说连锁商店 他的宗旨 我们最近常见了 在每一个店里 都能见到这样一句话 叫麦德龙 您的利润支援 这句话你能看出来 麦德龙是给批发商的 是给大型工况企业的 你办不到麦德龙卡 你甚至都不能 在麦德龙结账 那有什么呢 因为麦德龙修建了 大型停车厂 不是给坐公交车来的 也不是给你 骑摩托车来的 你骑个摩托 骑个丁车 你能带多少货 他要的停车厂 是让你来采购 一个星期的物资 他针对的是 中产阶级以上 或者是单位 或者是小店 大型工况企业 在他这 结算了就更划算了 对吧 因为麦德龙 你要去过 你应该知道 他每一张发票的成本 都是好几毛钱 你要是来个人买把葱 他就亏了 对吧 而且麦德龙的管理 他是全球同步的 他每一个 正在营业的时刻 他都会在 同一个区域类 你比如说亚太区 我一共 423个店 那么三千这一类 我从开店 是吧 今天营业到现在 五个小时了 我的业绩 在亚太区 我的排名 是前五 或者前十 他是做考评的 他的管理 不是普通客户 所理解的 到他买东西便宜 不是 他不是要你来买便宜的 他是要你采购一个量 现在呢 现在公共企业 能够大量采购 发福利 是吧 甚至活下去的企业 食堂来采购 生鲜 是吧 有一些外企业 为了迎接 是吧 周末的一些聚会 来采买酒水 然后中产阶级 开着车 唱着歌 是吧 跑来买一个星期的 日用杯 我们知道 中国现在 已经进入了一个 人人自危的时刻 麦德龙的生意 不会像之前那么好 每一家麦德龙 进入中国的时候 都有一个旗号 叫两年之类 不赢 他们要靠自己的业绩 在本地 站住脚 这种企业 我们以前没遇到过 它是图长久的 它是看好中国的未来 它才过来投资 现在它策 有计划的 售出在中国的 所有麦德龙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看好 你的未来 每一个大型企业 在做自己的决定之前 它有一年串的 政策性的分析 从政治上的预判 经济上的预判 金融上的评估 它所有的这些考评 至少是两年之前 就开始做 它不是头脑发热 一排老的 你也当他是国企 对不对 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 就在这 我们很多人知道 中国出问题了 知道中国经济 开始出现大的问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中国的经济 真正的问题在人口 人口这个东西 经济向好的时候 它是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如果经济 与外部世界开始脱节了 你剩余的这些劳动力 你怎么喂饱它 我们知道的农村 农村大多数中国人 不是农村人 最起码你去过农村 是吧 你看到农村都是什么样的 已经很荒芜了 现在没有年轻人在田里 农村人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什么呢 叫留守儿童 留守父女 留守的老人 很多村子 它都已经衰败了 你现在在城里 吃香的喝辣的 已经自认为 自己是城里人的了 这些人 你让他回到农村 过个节 开个车 回来显摆一下 实在不行 就开摩托是吧 他也能显摆显摆 那你现在如果说 让他们回家当二流的 啥事都没有 所有中国的农村 能够产出的农产品 是吧 特色的我们不说啊 我们就讲正常的 你生产出 每一吨粮食 你都比在国际市场上 采购要贵得多 为什么 你所有的东西都很贵 对不对 你没有一样便宜的 2011年农业部就提出 要转变思想 把农业建成服务型农业 挂了很多定语 是吧 现代服务型农业之类的 你不用听他的 他说了到现在没做 他做不到 全国范围内 农业的问题 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全国已经没有 18亿亩红线了 2018年中共宣布的 红线是多少 是死保16.5亿亩 那个点五你都可以不看 能约等于16亿亩 就很不错了 中国每年进口的农产品 中国大概出口100亿 进口700亿 实打实的要套出600亿来 买农产品 这些农产品 它不仅仅是甜以来的土豆 是吧 玉米 大米 高粱 它甚至还有 由饲料转化为的肉食 是吧 那相当于多少耕地呢 相当于6亿亩以上的耕地 中国的耕地 旨在减少 没有增加 而且中国的土地 土地板铁问题 重金属沉积问题 是吧 化工污染问题 都很严重 中国最大的问题 没有水 人种田的地方 土地已经撒化了 那得怎么解决 你解决不了 全国人民的吃的问题 一切都是白吃的 是吧 你说我去买 是没问题 你往年也在买 是吧 你每年都在买 对不对 你没有一年你不买 那国际市场给你 龙产品的价格 是要靠美元来采购的 对不对 中央政府手上拥有的美元 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他们要强化 对国内的管理 所有的管理 都基于芯片 高性能的芯片 他要从国外 大价钱买来芯片 原本呢 是无所谓 为什么讲无所谓呢 中国在 电子行业内 他是以组装 加工著名 他从国外采购来 2600亿美金的 电子科技的产品 是吧 我们讲芯片 采购来以后 他把它组装加工 出口成什么呢 手机 数码相机 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 包括监控用的摄像头 监控设备 他在卖网全世界 他的利润 留下来一部分 他就是产品 是吧 所以中共原先 他在这一块上 类似于成本家 采购了一批东西 他扩充到监控民众的 这个严密的 电子网络 控制和监控的 这套体系中 所以我们看到 他既有引以为傲的防火墙 是吧 又有一个监控全国的天网 针对农村 还准备搞一个叫雪亮工程 那如果说 人家不让你组装了 不卖给你芯片了 你怎么办 你原先组装加工能 换汇的这个渠道 将逐渐萎缩 萎缩了以后 你能在国际市场上 源源不断获得的外汇 现金流 逐渐逐渐在 大河变小河 小河变河沟 逐渐已经沉自来水龙头了 你还能每年 再拿出600亿美金来买粮食吗 对类你开啃 开啃不了 解决土壤杀化 解决不了 重金属沉积 化工污染 那都是要几百年的事 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 是吧 你做无所谓 吃得病了 没关系 吃得病了之后 我现在医疗健康产业 是吧 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有什么用呢 你首先得种出来吧 你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水 对不对 你怎么解决水的问题啊 当尊吧 海水运往全国淡化吗 那你如果做不到 你土地的产出 自然就会减少 就算美国人继续卖给你转经营的粮食 转经营的种子 都是高效的 玉米长得比树还高 你有那么多地方种 你没有耕地 你没有水 种子 你还得求到人家卖给你 高产的种子 所谓的水稻 高产水稻 那东西是有限的 全国范围内 没有普遍推广 而且中国有一半的人 不吃米 知道吧 中国只有50%多60%的人吃米 还有一半的人吃面 你在研究 高产大卖 转经营大卖 所以这是很多问题 中国是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怎么办 这么多人不吃饭吗 一顿不吃饿的话 那你要死保 与政权息息相关的 这些人的利益 你最起码得给他们吃饱吧 是吧 实在不行 打点鱼 对不对 山上的动物你就甭想了 除了动物园 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大动物 对吧 那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打点鱼给他们吃 这个东西有用吗 长久不了 中国一旦出现经济问题 一旦出现全社会的问题 你无论是失业导致的 还是别的问题导致的 只要人们集中在自己的家乡 他自然就得找点事做 粮食他种不了 你让他上山节道吗 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将密集的爆发 各个省市 将因为自身的考量 不会再关心中央的政策 当他觉得中央的政策 发布出来以后 执行不下去 他就会开始在地方 修改他的政治 中国的问题 就将这样发生 每个省市都将寻找 自己的救亡的办法 这一幕 差不多也就明年年底的 剑也没有 心里有个数 就算这是最坏的 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觉得多想一想 死不了人 现在如果还是想的那么美 真是一个跟他在的身上 受到的打击 可能比我今天讲的还要重 那就没什么意思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咱们 好